大家好 欢迎收看1600新闻大白话 我是钱子 这个小时我们请到的是资深媒体人谢寒斌 大家好 斌哥我们还是先来关心一下美国总统大选 美国总统川普他执政已经三年多了 对中国大陆他采取的是多方制裁 现在美国大选进入了倒数的阶段 美国媒体特别前往北京 了解民众对两位候选人的看法 有人说川普爱说谎 也有人认为他会促进大陆的内部改革 部分民众还提出来 只有拜登当选才有可能缓和中美的紧张关系 大陆人怎么看美选就连美国媒体都很好奇 在选战倒数之际 特别走上北京街头了解民众看法 中国现在发展强大了 他看着眼红 他就要对付你 经济上对付你 美国大选期间 现任总统川普对大陆采取多方制裁 长期关注中美关系的大陆部落客认为 这也导致大陆民众普遍对川普 有这样的看法 美国所期待的中国的发展的一些变化 他认为也是中国改革发展的一个方向 这些人认为特朗普是中国内部改革的一个 有一个形象的说法叫做倒闭丝 谁能当选结果还得再等等 但现阶段能确定的是中美关系还是充满浓浓火药味 美国国务卿二号发文表示 美国强烈谴责香港政府逮捕八名犯民主派政治人物 并指控这明显是出于政治目的滥用了执法权 中国共产党试图破坏香港自治和对人权的尊重 不满屡次美国政府就人权议题开枪 中方也作出反击 美国国内种族歧视 暴力执法 虐待囚犯等丑闻层出不穷 美方说一套做一套 这充分暴露了其维护人权是假 打着人权旗号干涉别国内政是真 中美官方再次隔空唇枪舌战 双方关系被形容跌至四十年来最低点 有没有修复的机会 或许还得等美国大选结果出炉 TVBS新闻综合部导 好 现在的时间是美东时间的晚上四点钟 十一月三号 也就是说今天美国综合大选是正式登场了 可以知道不只是我们中国大陆 还有全世界各地真的都在看了 因为这个即将产生的这个美国新的总统 可以说是这个影响世界局势非常非常的大 大家刚刚看到大陆人对于两位候选人的看法 其实我们台湾人也有很多的看法 不过先来看看这两位候选人的对外政策 也就是说他的外交政策是怎么样的 我们先来看看选后之后 美国大选之后到底两位候选人 可能对中国的关系会怎么走 或者是对外交的关键字到底是什么呢 先来看看华尔街日报 这一篇我们特别把它选出来 是因为他有一点点独排众议 就是他的看法非常独特 这个华尔街日报有一个这个关键的评论家 是专门作家 那同时他和另外一个福斯电视台的主持人 一起联合发表的这一篇叫做 川普已经赢了 光是这个标题大家就觉得说 为什么他已经赢了呢 因为这两个人看起来是比较偏右派的 他们大大的称赞了川普说 虽然很多人说川普他不注重这个人权 可是他没有践踏人民的权利 他对美国人的权利是看得很紧的 那虽然他常常说一些很奇怪 或者是不合时宜的话 在不同的场合讲了一些很奇怪的话 大家会觉得好尴尬 怎么我们的总统讲出这些话 可是他是以这个国家的利益优先 那很多人说过去国际问题 美国人要当世界警察 他觉得不需要 应该为美国人利益着想 还有过去欧巴马感觉上 有一些是一个道德高度 他扮演的是一个世界警察 或是世界维护者的角色 那很多人说欧巴马温和 可是反应词或是另外一面就是 常常好像畏畏缩缩的 有点道歉 那看起来川普是比较强悍 Top man top guy的样子 所以对内川普也实施减税 创造就业带动工资上涨 的确很多人都讲说 川普上台之后 他们生活其实过得有比较好 股市看起来也有涨 很多就业的机会也变多了 失业率也下降了 所以这两个所谓的 他们美国当地的意见理秀 才会说其实不管怎么样 川普已经赢了 其实这一篇特别的地方在那里 他登的是华尔街日报 因为华尔街日报过去干了言论 其实是比较讨厌川普 比较要支持拜登的 那就表示说 华尔街日报是不是在最后的阶段 他也觉得没有太大的把握 所以稍微平衡一下 当然他跟福斯福斯的主持人 大概什么立场 大家心头都很清楚 他举出来这几个例子 我老实讲其实都是有 正反两面不同的看法 有的人认为川普 践踏人民权利很严重 但是在另一面的人认为 他其实保障了 我们美国人民的权利 那欧巴馬认为他是和平缔造者 跟你是畏缩 这个就要看你从什么角度去看他 他至于说在中东创造和平 很多人认为你支持以色列 其实是在制造战争 所以这个都是非常两面的东西 所以我必须讲 你看他最后的结论是 你若再投给川普 可仰赖他不依常规沟通方式 可是我觉得这个作家 可能就有点忽略了一点就是 就是因为川普不依常规的沟通方式 过去已经跟欧盟之间 搞得不是很愉快 跟日本 韩国之间 其实中间也有一些 汉格也闹得不是说非常的愉快 那这样子持续下去 如果再让他持续连任 你知道川普 他甚至在好几次公开表示 他认为我应该不只连任而已 我应该持续做下去的 那如果你让他连任了之后 他会不会更强烈的偏向 他的性格的某一部分呢 这是很多人比较担忧了 那当然你说川普对某一些美国人来讲 确实他也让他们有很好的印象 我也必须讲一句公道话 如果这一次没有新冠肺炎发生的话 恐怕拜登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因为在美国很多人来讲说 川普确实创造了一些东西 可是也因为新冠肺炎 暴露了川普的许多弱点 才会造成今天双方 好像僵持不下的局面 是 川普的时代都还没有 完完全全过去 就有很多人在帮他 还没有盖棺 可是已经在论定了 包括了大家知道四年前川普赢得总统大座 总统宝座的时候 他特别讲了一句话 他说我们要为美国人的利益优先 我们要看我们自己美国的利益 所以谁来占美国便宜 我现在要一笔一笔的 把这个账算清楚 谁来占我便宜 我就要把这个钱给拿回来 可以看看过去 到底谁占的美国便宜呢 他把这个谁搭美国便车 让美国当冤大头呢 那些盟邦那些组织那些条约 他一条一条拿出来看 包括了第一个可能就是欧盟了 那大家知道欧盟 这个英国人很多移民到美国 所以可以说很多人说 英国跟美国是兄弟之邦 可是他也不买单 美国优先等于川普优先 在外交跟商场对川普来说 都是一模一样的 他要将本求利快速回本 他的价值是什么 他没有什么价值 他价值就是筹码 就是工具 就是钱 那二战之后 美国主导国际政治与经济体制 大家知道 美国要重建 这个国际的秩序跟经济 那川普认为说 美国人你付出这么多 那你回收很少 何必呢 这个付出跟回收是没有比例的 用商场来看 就是你是大笨蛋 所以他用美国最大的敌人 来形容欧盟 他威胁要退出北约 还有WTO 另外他真的退出了哪里 退出了WHO 明年就生效了 如果他还继续主政的话 明年美国就离开了WHO 所以很多人说 如果是拜登当选 他应该拜登 第一个要做的 可能是在重回WHO 领导世界来对抗疫情 是 其实川普的这个主意 到底算不算对 某一方面确实算对 因为对很多美国人民来讲 我们每年付这么重的税金 结果到最后我们美国人 很多人自己的生活并不是很好 反而去优惠其他这些国家 其实包括我们台湾的经济成长 有很大一部分也是靠着美国 给我们的优惠 那这样子对美国人民 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其实意义在哪里 就在川普自己讲的这句话 因为你在主导国际政治 跟经济体制 因为你要当大哥啊 当大哥就要很慷慨啊 那现在川普的意思说 我要当一个很call的大哥 所以他意思就是这样子啊 那当你很call的时候 你认为人家还愿意 把你当大哥吗 所以这就是一个选择的问题 那川普主义 其实在某一种程度上 回到传统的美国价值 也就是二战之前 美国所谓的孤立主义 也就是我美国孤立 你们欧洲发生什么事情 亚洲发生什么事情 不要来 不要跟我扯上边 那美国真的要回复到 那样的一个美国吗 我觉得对很多美国人来讲 因为二战以后 他们主导了世界这么多年 如果重新回到一个孤立主义 很多美国人恐怕会非常的 不适应也不习惯 所以这个取决也造成了 今天对川普的支持跟反对 都是非常两极化的一个现象 美国到底选择要做一个慷慨的大哥 还是一个很小气的大哥呢 如果继续走这个川普主义的话 可能这个单边主义会越来越盛行 那美国就不插手国际事务了 他也不做这个世界的领导中心了 如果是拜登回来 可能他会接续欧巴马的政策 又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了吗 那我们来看看 以丛林法则来说 淡化自由主义与多边主义 这是过去欧巴马或者是民主党 他们遵循的丛林法则 他们遵循的是自由主义跟多边主义 所以美国优先对他们来说 对这个川普政府或是川普主义来说 是最高的准则跟原则 如果冲突到涉及美国利益的话 那其他国家必须服因 如果冲突无设美国相关国家 他要自求多福 大家看懂这一句 我觉得这跟台湾我们现在的关系 或者台湾现在的处境 比较有关联 如果说是台台一旦发生战争 我们随便举一个例子 如果美国来帮助我们 美国有利益可能他会做 可是如果美国来帮助我们 对美国来说没有利益 川普可能就不会做 如果简单讲是这样子 其实就是这样子 因为川普其实 为什么他能够获得部分的人心 就是因为过去这几十年 美国为了当世界警察 为了当老大 其实付出了太多 不管是越战 韩战 然后中东的战争 他们都牺牲了很多子弟兵 然后花了很多钱 看起来好像没有对等的回馈 所以很多美国人开始反弹说 我不要这个东西了 可是问题来了 当你如果真的 美国以后变成一个 唯利是图的国家 所以就是有关美国利益 当然是以我美国为准 那无关我美国利益 我看对我美国人 有没有利益再说 那如果变这样的话 你就不可能是大哥 你只是一个强国而已 那就完全不一样 你看即使是前苏联 他当时为了要当社会主义的大哥 其实也是不断的 对这些国家不断的优惠 不断的贷款 也是一样的道理 你要当人家的大哥 就必须要去付出代价 如果不想付出代价 我必须说 那美国就必须要承认一件事 你可能要从世界大哥的光环 下面退下来 看看川普对于中东的政策 也跟过去欧巴马 非常的不一样 川普怎么做 川普在这个中东 他建立以色列 跟沙烏地阿拉伯的双轴心 过去把世纸 以色列跟沙烏地阿拉伯国家的 这个世纸给打破了 让他们可以正常来往 川普的外交三大主轴 包括了打击 这个小布希讲的邪恶轴心 伊朗以及狂停以色列 他们跟以色列的关系 本来就很好 现在完全实现诺言 另外一个轴心 另外一个重点 就是对抗中国 可以说这三个重点 就是川普的对外的 一个三大的重中之重 那你可以看看 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 多年经营跟美国右派的关系 现在终于在川普的任内 这个丰收了 这个结果了 过去我们大家知道 在华尔街 在美国的右派 以色列人 犹太人的势力超级大 他们在美国不断的游说 跟共和党的关系也非常好 可是历任的共和党的总统 都不太敢明目张胆 太过夸张的去帮助以色列 可是现在在川普的政府时期 他根本就大啦啦 我建交 我设这个大使馆 我撮合你跟这个 沙烏地阿拉伯的关系 美其民可以说是建立了和平 中东和平 可是也埋下了另外一个战争 跟冲突的种子 因为我觉得川普一直忽略一点 你一直美国优先 那你把欧盟的这些国家 放在哪里去 英国 法国 你每一次作战的时候 都叫人家跟你一起来 结果到最后有好果子吃的时候 你自己一个人要吃 那这样长久下来 人家怎么会愿意配合你呢 其实以色列为什么过去美国一直 他虽然其实已经挺得非常厉害 可是他在台面上讲了一副 好像他很中立的样子 目的就是不愿意打破这个平衡 那你现在自己率先打破这个平衡 那我必须讲 对抗中国其实是美国未来的宿命 必然的走向 因为谁起来他就一定要对抗谁 这是很正常 打击伊朗也是美国历代 一直都在做的事情 可是你对以色列这么样的狂挺 我必须说 你现在是看死中东这些国家 都不会懂 可是万一这些中东国家 它们慢慢…产生一些变化 他们又重新要团结在一起的时候 因为当你把以色列 弄得过分强大的时候 中东这些国家 他们过去是信同一个宗教的 他们未来是不是有可能 重新再团结起来对抗以色列 这也就变得很难讲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不要把凡事都想得非常简单 有的时候你太过于追求自己的利益 反而会把一锅粥都弄砸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美国对于中国政策的部分 美国可以说川普抗中反中的这个政策 在过去三年多真的看到了成果 来看看这个调查 在美国讨厌中国的比例 可以说是从2018年以来 慢慢慢慢 这个是陡增 是很快的 像是一个非常急速的往上增 从47% 60% 66% 一直到现在 2020的夏天来到了73% 有7乘3的美国人觉得讨厌中国 我讨厌中国人 这是一个邪恶的政权跟霸权 过去美国人可能认为 其他国家对他的威胁很大 当然也包含了中国 不过现在的美国人 他们认为最大来自全球最大的威胁 就是中国 中国大陆 所以有超过一半的美国人 认为中国大陆是最大的威胁 所以如果要讲说 这个川普塑造了中国 在美国人心中的讨厌对象 川普是成功了 其实从这个趋势来看 他确实非常成功 尤其是从美中贸易战开始的时候 川普就一直把告诉美国人民 不断的洗脑 告诉他们说 中国就是我们最大的对手 中国就是我们最大的强敌 他会侵吞 会破坏我们美国人的富裕生活 所以不断的制造这种恶魔的形象 那再加上这次新冠肺炎 刚好又传出来 是从中国大陆出来 更加深美国的那种印象 我必须要提醒大家一点就是 台湾虽然常常被人家笑 没有国际官 可是我告诉你其实绝大多数美国人 是更没有国际官的 很多美国人 连美国到底在世界有什么地方 他都不知道 他通常就是报纸怎么写 或是总统怎么交我 政治人物怎么告诉我 我就这样相信了 所以美国人还满好操弄的 现在看起来 川普是操弄得很成功 但是问题是 现在整个被你操弄起来了 假设万一当选的不是川普 整个情况 其实会不会在美国内部 造成很多的纷乱 所以我一直不赞成 政治人物用这种 煽动性的手法去驱使民意 因为这都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到底谁可以拿下 美国总统宝座